止咳平喘药 那么这一章的含义呢 非常简单 凡是能够减轻或者自止咳嗽的药呢 称为止咳药 能够减轻或者自止喘息的 称为平喘药 这个就没有学医也清楚 稍稍说明一点的 就是这个喘息 有时候也称为气喘 说能够减轻或者自止喘息的 能够减轻或者自止气喘的 这个喘症呢 在今后中医内科学里面要学 这个地方呢一般不讲哮喘 那么中医的喘息 包括了哮喘 但它内含更宽一些 因为这是从这个汉字的字笋 所决定的 比如说文解字 这么喘 急息也就是呼吸急错 那么所以我们中药里面有的这个平喘 不完全是治疗的哮喘 它使这个呼吸的急错的症状 把它缓解下来 使这个呼吸比较安静 它也属于平喘的范畴 所以只是对这个问题做一点说明 那么第二个问题功效与组织 那也是很简单 那么这一类的药呢 第一能够止咳 那么又就用于咳嗽 第二能平喘 那就用于喘息 对这一章的药物 绝大多数呢 两者功效都兼具 既能够止咳 又能平喘 所以很难分清楚 他们止咳和平喘的主次 这也是不再往下细分的一个原因 其实止咳和平喘 是两个不同的功效 那么他们组织也是不同的 由于绝大多数药 没有办法分 止咳平喘的主次 所以我们仍然放在一起 作为一章来处理 但是要注意到 这并不绝对 不是每一位药 我们下面要学的 都是两种功效 同时具有 有的止咳而不能平喘 没有平喘功效 比如说我们后面要学的 这个白布 这些药 这个就是这种情况 有的主要在平喘 止咳并不明显 那么像这个 停立止啊 这些可能主要在于平喘 所以要注意 不是每一位药 两个功效都一样 都有 甚至有的是没有 这是在基本功效 和基本组织 那么这一章药物的 要兼有功效呢 主要是化痰 或者说曲痰 因为这个咳嗽 或者气喘 虽然有多种病因 可以导致 但是由于弹磋 壁阻肺窍 肺的 宣发虚降功能失调 而这个肺气上液 是套制 咳嗽 气喘 更直接 更主要的原因 所以 这个 治疗 咳嗽 气喘 的时候 那么首先要曲痰 那么这一类的药物 有的本身就具有 曲痰作用 本身就是 又是曲痰药 但是对于大多数药来讲 曲痰作用 不很强 与紫壳 评痰相比较呢 居于次痰的位置 如果说 它以曲痰为 第一功效 那它就应该放在 上面 第十九章 它就应该是 化痰药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 虽然有 一定的曲痰 或者化痰作用 但相对于 紫壳 评痰来说 它要次痰一息 它居第二位的 但是也有部分的药物 为了便于 或相似的药物对比 或者按照过去的 分类的习惯 可能它的曲痰 或者化痰作用 比紫壳平喘的作用 还要重要一些 但是仍然放在了 这个二史上 它是有历史的原因 或者或其他的原因 主要比如说 为了和相似的药物对比 比如说我们后面 要介绍的 比如说纸碗 就是这种情况 它的曲痰作用 应该优于 紫壳平喘作用 但没有放在第19章 所以这两章 19章20章 过去是一章 或一章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这也是 其中的一些原因 所以这两章 学习的时候 应当密切地 结合起来 互相参照 第三个问题 这一章药物的性能特点 那么这个紫壳平喘 和前面的化痰药药的药性 是一样的 没有规律性 有的偏温 有的偏寒 有的是比较平和 都有 所以就需要特殊的记忆 因为它的药性 关系到临床的 用药的选择 那么比如说偏温的 比较适合于寒症 那么偏寒的 适合于惹症 这个首先是应该考虑的 所以学习这一章药物 学习药性的时候呢 也是和化痰药一样 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它没有规律 就要特殊的加以记忆 这是从药味 第二个方面药味 前面第一个是药性 这个药味 我们结合前面五味理论 总论当中的 那么它能够反映 脂科频传着用铁针的 就是苦味 苦能降蟹 苦能蟹当中 除了通蟹 清蟹以外 还有降蟹 这个苦能降蟹呢 就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 能够使上液的废气 下降 第二是上液的胃气 活降 那么脂科频传药呢 它主要是使上液的废气 能够下降 能够徐降 所以这一类的药物 根据五味的理论 一般来说 应该是苦味 体现了苦能降蟹的 这样一个 作用的特征 但事实上 在决定具体药物的味的时候 也没有完全 就作为一种性能来考虑 有时候呢 也考虑到真实滋味 所以这一张的药物 绝大多数都有苦味 但它本身 滋味 也是苦的 比如说性人 一般认为它是苦 苦将废气的 但是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苦味 所以叫做苦性人 其他的很多有苦味的药 在这一张 都如此 本身在滋味 就有这方面的 配征 都是苦的 那么另外有的药 比如说有腥味 比如说像紫苏纸 宽东花 那么是因为这种药 本身有一定的 芳香的气味 也是与这个真实 滋味没有完全 淘开的 另外 有的比如说 三百匹的干味 也是因为它 没有其他的味 滋味比较纯正 所以总体说来 那么苦是 最有代表性的 最主要的 能够反映性能的 在这一张的味 另外的味呢 绝大多数 都与真实滋味相关 但比较次药 涉及的药物的品种 也比较少 不多 其中就那么三四味药 所以这是学习的时候 注意关于药味 第三一个性能呢 就是硅筋 硅筋就非常有规律 也容易理解 容易记住 因为这个K和喘 都是废气上液 那么紫K瓶喘呢 都是使废气徐降 那么着用的脏腑就是肺 所以这一类的药 都归肺筋 这一点呢 是非常统一的 如果从深降浮沉来说呢 那么它是沉降的 它是上液的肺气 这个病适趋向是向上的 那么相对应的治疗 只可以平传呢 它的着用趋向呢 就是向下的 所以是以沉降为主的 那么有少数的药物 有一定的笃性 比如说这个白果 苦心仁 或者阳金花 这些适当的注意 有少数的药物 有毒 不能过用 这是关于性能特点的五个方面 概述的第四个问题 配物应用 这个配物应用呢 还是一个寒热虚实 因为中医学对这个 咳嗽或者气喘的认识呢 不外乎两大类 一个是外感 一个是内伤 那么外感呢 主要就是 风寒热 风寒热 所以这个配物呢 还是考虑个寒热虚实 如果说是 外感的寒症 那么配物 发散风寒药 外感的风热症 兼有可受气喘呢 配物发散风热的药 如果是一般的 肺寒 可喘 那么配物 这个温理药 尤其是温肺的药 那么因为肺热 鱼痣 肺热雍痣 这个肺气喘液 出现的这个可受气喘呢 配物轻热药 尤其是轻肺热的药 那么这是寒热的问题 虚 主要是内伤 可受或者气喘 那么首先是气虚 那么叫配物 这个 补气的药物 补肺气 补脾气 就是金 金和土 补土生金 补土生金 所以主要配物补气的药 另外呢 这个可受气喘 也可以阴虚 那么这个可以配物补阴的药 相对来说呢 配物补血的可能性呢 小一些 但是总体就是一个虚 可以和不同的补需要 其中主要是补气 这个是虚 另外的食 那么刚才说了 一个是风血 外感有风血 那么配物 这个戒表的药 那么包括到前面的寒热了 另外如果有草血 草血翻飞 也可以引起血受 那么可以配物润躁的药物 另外更多的就是刚才谈到的痰 痰是导致咳受气喘 最重要的一种技法的血气 技法的病因 那么就一定要配物 驱痰的药 如果说因为痰 避阻肺窍 而引起的咳喘 不去驱痰 只去止咳频喘 这个对痰后的治疗 是不利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咳嗽 往往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应 是这个集体肺窍 把这个痰这种邪气 更好地驱除出来 你不去帮助这个集体 因此力道 有效地驱痰 那么你制止了这个咳嗽动作的发生 那痰更不容易驱除 那可能这个咳嗽更难治 所以首先有痰的 首先要制痰 那么痰和痴 又是一体的 表现不同而已 如果食肾的除了驱痰 还可以配物系除食的 一些药物 那么总的这个就是一个 含日虚式配物 适合于这一章 另外第五个使用注意 使用注意呢 也可以按照我们原来讲过的 比如说什么 阴症选药啊等等 但是对于这一章呢 意义都不是很大 它也都有一定的内容 我们都可以把它简化 所以书上只强调了两条 两条 一个呢 就是这个外感 出现了咳嗽 这个是因为邪气 外处会使宣将 在这个时候呢 必须要乏善表邪 不能过早地使用 收敛性的 止咳嗽喘药 那么这样子不利于驱血 会闭门流扣 这个呢也适用于谭多的 同样的道理 那么这个算一个使用注意 就是有表邪比较盛的时候 不能专门的止咳频传 尤其不能过早地使用 收敛性的止咳频传药 以免这个病能流扣 那么第二呢 这个 这个止咳频传药当中呢 比如说有的有毒性的了 适当地注意 要用药的安全 所以这个 其他的呢 我们都可以忽略 把它淡化处理 所以这相对比较次要 所以这样看来呢 这个概述部分的五个问题 重点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配偶应用 内容比较丰富一些 涉及到含月虚实的 每一个方面 其他都比较简单 或者比较容易理解 再次准备